当我在对着自己的自拍照特别美的时候 然后我妈说特别不屑地过来瞄了一眼 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好看多了 我皮肤那叫一个白 然后巴拉巴拉一堆 所以怎么讲呢 我在我妈的眼里应该算是 就是完全被她秒杀的那种 还有就是她叫我去陪她逛街 然后我都很不耐烦 也不是不耐烦 就是跟在旁边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会评论她 反正她现在也不会问我 我穿了票票 因为她知道我也不会回答 反正就说还好 她办了一件非常差劲的事 我妈忽然她正在做饭 忽然立着菜刀就忘了 过来之后 拿着菜刀 就奔我脖子就抹下来 我就觉得脖子上 梁松松一刀 我就觉得我要死了 我又完了 我就哭 大声就哭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我后来才知道 她经过我眼睛的时候 增过我脸前的时候 那个刀刃是冲着我的 等她到我背后的时候 那个刀刃就翻过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当时认为我要死了 所以我的回忆就是 我妈妈要杀我 因为就算我在怎么地忍耐 就是我的内心 我的骨骨还是个非常 还是个很反抗的人 就是 也就是说 她这个根源就只有 埋在了心里了 她总有一天就爆发出来了 很常有的问题就是 她一直觉得 我肯定是为了你好 这也是大多数 中国传统家长的思想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我们一定是为你好 所以我们一定是对的 然后这样的话 就非常的无力 每天都会在学校里留很晚 要不就是跟同学闲扯 要不就是跟同学打打球之类的 就是特别不想回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就是觉得 回家就会有人赶着 很不自在很烦 我就会不想 就不想回去嘛 就宁愿在学校里做作业 也不会想回去 就是我跟我妈一起 播交流一点之类 每次妈妈骂我的时候 总共要跟老妈搬一下嘴 然后就是会惹得她很不高兴 差不多时候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没一不记得的 反正只记得当时有一句话 她说的句话特别出我人心 就是说你出了这门就别再回家了 然后我出了门就走了 她出了门之后就崩溃了一样 然后眼泪好好阿溜 然后就去到时去到好朋友家 然后跟她一顿的哭死我 嗯 嗯 嗯 我觉得 超难过 就 觉得我妈把她说说这样的话呢 她说说要是不太大 她说要是不太大 她说要是不太大 我的房子不是太大 她来了之后 因为我们两口都要住 我弟弟两口都要住 所以呢 我妈来过之后呢 就睡了沙发 嗯 嗯 虽然沙发挺大也挺宽敞的 她呢 她还一直说很舒服 睡得也很好 嗯 但是后来 她走了之后 因为她有一段时间 是睡了沙发 所以 这件事情我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 反正就是以后时间比较少 然后我赔不了 就真的会觉得 有点 就 内疚了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很惨的 因为 后来到养奥院去 没办法 因为子女太多了嘛 照顾不到了 嗯 她一直在支持我 每次 每次 都因为我 都跟重复 我又会觉得 很重 她一直在做 她就是 她就是 她一直在吃我 她就是 她就是 她不是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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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说 今儿 她就是 她想我回应 但她是不太自然 她说,如果你们在中国真正的决定 继续住坏 留住坏 不要认识我,我好 我知道,我来 每次你都可以回来 你会有家,你会有家,你会有家人 你会有家人,你会有家人 你会有家人,你会有家人 我非常幸運 我和我一位母親 她一直在照顧我 我來上海學習 在夏天我媽會擔心我 平時吃雪糟的東西不健康 我會特地跑過來帶我出去吃點好吃的 然後稍微做一些開銷大的開銷 她也會幫我們整理宿舍 因為平時不可能很仔細去整理宿舍 包括衣服都會幫我們洗 她就整理到每個同學的床鋪 她都會去整理 就是我媽辛苦可能這一點 就太不放心我一個人在外面學習了 這一個 行政機房子是乾涵 她們又有個房間 所以已經達了30多年 那麼坐月子呢 她卻是在一個潮濕的房間 月子裡面又不能吹風 又不能散散心 所以她呢就給我們出了一次位子 月子裡的病呢 心會會好很多 所以母親呢每年夏天的主人生上 生上全部都是貝子 其養還以為 那麼我們呢就用一點樂不好什麼給她們 但是呢主也只不做 所以這個事情這個體度呢就陪伴了她的生命 所以我很內疚 母親呢為了生我 生了這麼一生的貝子 但是母親呢從來沒有埋怨過 我心裡很慚愧 一直到她死的那邊 7月5日她死的 2010年 但是7月20日14日 所以全身都是貝子 所以我想起這個事情 心裡就非常的難過 我愛了媽媽 謝謝你給我這個美好的世界 既然當初下點決心把我送出國了 然後希望媽媽也能放下心 然後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然後我感到很高興 我感到很高興 她感到很慶恩 我感覺很 gratitude 我聽我母親講過的 我愛你不知道對母親的一種感 現在我知道 知道以後呢 我感到滿晚的 因為我母親被你捕到去 那趕緊消救母親 消救母親 沒有時間 希望我呀在自己心裡 生人發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